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请教蔡政委员了 可以看到这一次你认为说 他被积压的理由很奇怪 罪状是罗汁的 建议呢这个民众党可以来谈图利罪 那郭政兰委员也说了 图利罪压人的案例非常的少的 现阶段看到是图利 但是有很多决策上的蛛丝马鸡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 一直还没有找到这个钱的部分 那检方可能想说再熬一下 熬一下有结果 王文委员说没有金流办图利的例子是很多的 像是啦超司啦高端 那明显在图利 那民进党图利也没办 那在野党就办到底 比较近的被办的图利罪 新竹县长杨文科 杨文科有收钱吗 也没有 检察官只能够说 你跟厂商有见面 但没有找到金流 这个图利罪是一个恶罚 是一个栽赃人的罪名 他其实你好像表面上说 这样不是公务员就可以以后 这个图利人家了吗 我给你讲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公务员怕图利罪会倒过来修理老百姓 我举一个我曾经面临过的问题 我们以前内湖区 我是内湖立委 内湖区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根本就没有天然瓦斯管 拉到大马路就不拉进去 后来我去跟市政府协调弄弄弄弄弄弄弄 是公共的好了 那就跨个水锅 他说 我说那你就把因为天然瓦斯管要立起来嘛 对不对 他说不行立起来 因为立起来墙壁已经靠近人家民宅了 这就涉嫌图利 这样也涂利 那大家自己出钱也不是不可以 问题是你去再去找水电工来 再去弄的时候成本又更高了 你弄到那边还要把它打个结 再来电线也是一样的道理 拉电线 对不起拉自来水管也一样 大家都怕涂利 因为什么 自来水管可能拉到你的土地里面去 回去被指控 而且如惊弓之鸟 再来我再讲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奖励农机的问题 还有这个所谓的移转农机 移转农机就是 我现在我家里老家要翻修 那我觉得我房子以前旧的 我平数不够 那我想要农机多一点 因为小孩回来可以住 那我就去跟晚会买农机 因为他家的土地刚好卡到公园 我卡到道路 他不能盖房子 可是农机还是他的 我就跟他买 买回来 是我们官员 他这么讲 你买200平 这样好了 我准许你50平 他表示他没有土地 那我钱你能给他200平 他审查会故意欺扣你 讲一个奇怪的理由 奖励农机力也一样 奇怪 我想说 利正捷将军 他怎么有18%的奖励农机 那我去弄一弄 他看一看说 你只能有15% 为什么 我如果给你跟利正捷一样18% 我就图利 我就图利 那为什么利正捷也可以 他说他在高雄 台北不行 真的是这样子 我讲不过分 高雄国宾饭店农机率 奖励农机的上限是30 他给他36 比照台北是不是就是图利6% 柯文哲 好吧你说他图利 颈多图利5% 为什么 奖励农机台北是普遍随便拿着15% 柯文哲给20% 你说这样就是违背什么 违背法律的规定 如果21%才叫法律的规定 上限嘛 可是高雄国宾饭店36% 他找北人明目再给他6% 36% 对啊 如果比照柯文哲这案子里面 陈其邁要不要抓去关 马上要积压敬倩 不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刚开始后 那个什么邱一盈委员 许什么姐 许智姐 许智姐为后 都是来骂我 蔡之后你不懂高雄 你都骂我一道半天 什么一大堆民进党的 车语团体在讲 两边不一样了 我们什么呀 真的不一样吗 为什么你陈其邁现在急得要命 说啊这以前不算 撤回来重审 重审就知道你有鬼 不是吗 你也知道这里面有土力的鬼吧 那为什么台北要抓去关 陈其邁不用抓去关 你说要无罪推定 柯文哲现在关起来 还在无罪推定 你是用一样的吗 对啊一样的吗 而且你还是给了超过30% 上限的36% 我也不是说你陈其邁不能给 可是依照台北的法律 柯文哲的法律 难道我们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跟高雄地检署 就不同法律吗 不一样 不过我同意啦 有蓝的法律 有绿的法律啦 这是事实啦 那他们摆的比较倒霉 碰到绿的法律啦 就这样子而已啦 是一个法律如果大家都适用 那个叫做法律 如果法律只适用某一部分人 其他人就排除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斗争 不叫法律 这个要给AIT了解这个现象 要不然叫他AIT的官员 处长也许不一定念法律呢 你叫他回去问他们司法部 有没有徒利罪这个东西 连英文都翻不出来 因为英文是有个有传统的 他们什么罪名都会有个专有名词 比如赌职罪叫Mailfans 对不对 然后那个比如说你那个什么罪 他们有个特殊 比如说那个叛国好像叫Treson 对不对 会有个特殊的名词 为什么美国的法律 那种最好特殊的名词呢 因为他们叫做罪行法定主义 要用法律把罪名定得很清楚 所以不能用一般的语言 要用一个很特殊的法律来讲说 这个罪是长成这样子的 不像我们徒利罪 明知 什么叫明知啊 什么叫不明知啊 不法 那是你竟然讲不法 可是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奖励 奖励容机率 通通用行政命令啊 行政命令不是法律啊 什么叫不法 不法 不法给人家好处 什么叫不法 连不法都本身都有问题啊 所以像那个民进党拿来斗争什么 杨文科啊 那杨文科人气大 他他以后也不想从政了 好好跟你玩啊 然后去修理什么 修理那个 那个李肃德啊 对不对 就是李肃德 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大巨蛋的厂商少一点啊 那请问你 如果没有李肃德 现在有大巨蛋吗 没有啊 那那个当初突破多少困难啊 那现在不是大家说 江卉要唱歌好棒哦 那请问你 有多少人啊 已经被 因为这个 图利罪被修理得很惨啊 怎么不去检讨这个事呢 对 那所以我才会主张 通奸罪也废了啦 为什么不能废图利罪 然后民进党 还想要废死 死刑都民进党讲废 图利罪不能废 忽来嘛 是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A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第1个 感谢观看